新创文化传媒他就是妥欠我工资嘛 然后就是在那做了一个月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清 他说是私用企业嘛 他公司是口头的门跟我说 巨大核报 日视频报道 1月12日 海南海口 一网友爆料称 自己工作一个月遭到公司违法辞退 未能拿到一分钱工资 罗先生称自己是被口头辞退的 公司还拒绝提供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并报警驱赶员工 网友爆料的这家公司名为海口新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其于2023年10月10日入职 岗位为平面设计 11月10日被辞退 据罗先生提供的一段视频显示 被公司辞退后 罗先生选择继续去公司上班 但其准备坐到公位上时 被公司员工强行关闭电脑 遭到驱赶 罗先生称他被辞退至今已过两个月 仍未拿到被拖欠的一个月工资 罗先生称他10月并未矿工 对于为何时发工资变成2870.65元 他不明白 新资名气表中应出勤天数为31天 表中实际出勤天数为16天 也让记者有些疑惑 出勤天数31天 是否把节假日休息日也算成工作日不得而至 1月12日 涉事公司回应 不存在此事是他想要的更多 记者何时应出勤31天问题 截止到发稿未获回应 海口市穷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一位值班人员表示 此事的主办人员都外出工作了 他开会听说了此事 对李队新创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但不知处罚是否已下发